好 觀眾朋友 我們首先就要帶大家來 關心天氣的狀況了 這個輕度颱風 歐丹納斯 現在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樣來影響我們 馬上把時間交給 氣象的專業主播戴立剛 好 在現在下午的時候 大家最關心就是 現在目前這5號颱風的動向了 現在我們先從 衛星雲圖來告訴大家 現在今天的整個的狀況 我們先從雲圖上面先看到 現在台灣的東南方海面上 這邊有雲層 這個是颱風的外圍的雲層 另外還有一個雲層在哪裡 是在我們台灣的南南西方的海面上 在南海這個地方 在昨天的時候 5號颱風很穩定的速度 朝著旅宋島的東邊的陸地 在逐漸快速的接近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的強度的部分 沒有再增強了 因為最主要一點 整個碰到了接近地形的影響之下 並不利於它的發展 可是因為它整個動能的速度很快 高低層的部分來說 在高層的雲系的發展的移動的速度 比低層的部分的速度還要快一些 所以到了昨天大概傍晚以後 高空廠的雲層已經衝過了旅宋島 而到達了南海的位置了 可是在這定低空廠的部分 這個環流雲帶來說的話 環流系統還是在現在 目前是在菲律賓旅宋島的東北方 就我手筆的這個位置 可以注意到 現在目前距離我們 鵝蘭比的南南東方海面上 大約是在430公里的海面上 暴風半徑在150公里 可是我剛剛說到昨天的時候 它雲帶整個很快速的 動能太強之下而衝過去之後 現在在旅宋島的西方的海面上 這邊又發展出來了 一個低氣壓系統了 而這兩個系統目前來看的話 各自獨立發展 強度的部分 都是一個偏弱的狀況 而整個大環境廠來說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 大的低壓帶的環境了 大家最關心 第一個 什麼時間影響 再來一個 颱風會影響的地點哪裡 我們就先來看到 常常講到5號颱風 5號颱風在目前來看的話 大約在今天晚上以後 開始會逐漸的開始 往巴士海峽的方向移動 之後會逐漸的到達 台東東方的外海 到花蓮的東方外海 不過強度的部分來說 如果它的強度再減弱的話 甚至有可能 強度的部分再減弱 就變成一個熱帶性低氣壓了 可是另外的一個系統 就是在於現在 目前在南海的這個系統 南海這個低壓帶的系統來說 它現在中心風速 是在每秒15公尺 中心風速如果到每秒17公尺的話 就可以稱之為颱風了 所以也就代表著說 南海這個系統發展的速度來說 相對之下來說 它是一個比較穩定 而且一個水氣帶來說 這邊的溫度場 現在都是在30度以上 很有利於這個低壓系統的發展 可是對於我們的天氣系統來說 要怎麼樣來判別時間點 我們就先從路徑來告訴大家了 我們先來注意到路徑圖上 目前5號颱風的走向來說 在今天晚上以後 開始會逐漸朝著一個 比較偏西北的方向移動 也就是說從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的中午的時候 它就已經逐漸的接近到了 爾蘭比的東南方的近海了 也就是說在明天的時候 第5號颱風 它的整個雲帶的發展來說 也會逐漸往北走 可是雲系的量來說並不會太多 但最主要的降雨狀況在 花蓮到台東地區 還有恆春半島地區 因為是迎風面的關係 可是整個雲系的發展的強度來說 因為是偏弱的關係 相對的會有真雨的現象出現 但是颱風的系統的結構體來說的話 它在逐漸的進入到了 爾蘭比的東方海面的時候 可能結構體的強度的部分 還有可能會再減弱 目前來看 它會沿著我們東部的外海 逐漸再往北移動 當颱風因為是一個 輕度下陷的關係 所以它只要過了爾蘭比 到達台東的東方近海之後 一般來說 它不容易過我們的中央山脈 因為中央山脈太高了 3000公尺 要一個輕度颱風 能夠爬過中央山脈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它最有可能的狀況 是逐漸的往北之後 再從宜蘭的附近 近海附近 再往北的方向移動 這是第5號颱風 我們再來先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顯示圖了 路徑顯示圖上也可以看到 現在飆出來的是 在5號颱風的部分 也可以注意到 明天的時候就接近到 爾蘭比的東方的海面了 接著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就已經到達台灣的北方 而再來就往北進入到了上海 所以到禮拜六的時候 就已經進到上海東方的海面 移動的速度會隨著 從今天下午以後開始 逐漸的要開始 速度加快一些 而到了明天 整個導引氣流明顯之下 它將會順利的比較往北移動 當然它接觸到 我們台灣東部的陸地的時候 因為在花東縱谷的山脈部分 也都有在3000公尺以上 所以這個颱風的雲性發展來說 可能就會受到我們地形的破壞 甚至強度的部分 在到達台東的近海的時候 可能就會要減弱 變成一個底起壓了 但我們再來 從一張可見光雲圖來看一下 現在整個雲系 先來注意到 這是台灣 有沒有看到 台灣現在在這個位置 可是目前我們講的 5號颱風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從可見光雲圖是什麼 可見光雲圖就是 我們在外太空當中 用我們的眼睛看著地球表面 看出來你可以注意到 5號颱風的雲系發展結構 幾乎整個都已經是空了 它的上空來說 幾乎沒有什麼太多的雲層 但主要的雲層 因為它昨天的時候 進入到旅宋島東邊的時候 整個雲帶全部都已經拖到了 旅宋島的西方的海面 而在西方這邊 生成了一個懸生低壓 而這個懸生器來的 低壓系統來說 它有可能到了後面之後 會逐漸的把主要的 颱風系統給取代掉 也就代表說 在這個南海這邊的系統 會發展 但這個系統發展以後 你一定最擔心 它會怎麼走 目前來看的話 太平洋高壓勢力正在減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的東邊這邊 太平洋高壓 它昨天是剛好在我們台灣的邊緣 現在高壓已經退了 退到琉球群島這個範圍內 也就代表說 這個區塊來說 是一個空間的狀況 而這個範圍內 是空的狀況之後 這個低壓系統發展起來之後 不管是熱低壓 或者是變成颱風 它有可能 最有可能的走向 就會往我們台灣海峽 西南方的方向移動 時間點 目前來看 大約在明天的時候 會開始逐漸往北走 但我們最擔心的 也就是它會往這條路線走 因為如果往這條路線上來的話 我們整個西半部地區 是沒有任何中央山脈的屏障 而這個系統來說 最主要它的水氣的含量 是非常的豐沛 也就是說 當這個低壓系統上來到達 接近澎湖南方海面的時候 整個汽流廠將會是一個 從西風轉為偏西南風上來 剛好跟南台灣的 台南 高雄 屏東 三個地方的地形 成一個垂直的作用 時間點在禮拜五到禮拜六的時候 汽流廠上來的水氣 有可能會使得南台灣會下了 比較明顯的一個降雨 甚至有達到豪雨以上的標準 所以在這兩個系統的發展 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在台灣的東南方的這個系統 在上去的過程當中 帶進來的水帶的量來說 並沒有那麼多 但最主要要注意的就在於 南海發展出來的 新的這個低壓系統 即使它沒有增強到颱風的程度 也在接近我們台灣的時候 應該會是一個熱低壓的程度 也就是說整個低壓帶的水氣 就大約會在禮拜五的時候 開始整個進入台灣上空 到了禮拜六的時候 整個低壓系統會進入到福建 之後往北走 進入到浙江 也就是說它到禮拜六的時候 往北移動之後 我們的降雨狀況 會隨著它進入大陸以後 開始逐漸的減少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在於說 這次的整個颱風系統 跟包含整個低壓系統的影響 雨的影響比風的影響要大 而且特別注意的點就在於說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還有台東地區的朋友 從大概從今天下午到晚上以後 開始震雨將會逐漸的再出現 明天跟後天兩天 降雨狀況是偏多的 到了禮拜六的中午以後 雨的部分才會減少 南台灣的朋友 在這次的整個低壓帶的影響之下 不能夠輕忽 現場交還給玉群跟徐甫 立剛剛有一個問題 趕快補充請教一下 因為我剛剛看到有最新的 雨量的預估的資料 這氣象局發布的 17到19號 總雨量的估計的話說 高雄市是400毫米 就250到400 台南300到500 屏東250到400 這是在平地的部分 看起來是南台灣這邊最多 好像在山區的部分 看起來也是以花東跟南部地區 雨量相對比較多 可能最多是到500毫米 所以這個雨量 是不是可能要特別的當心 還有就是它這個下雨 可能最集中的時間 會是什麼時候 目前來看 因為現在的警報的 我們在路上警報的範圍 是最主要是以5號颱風為主 所以是以5號颱風 它在上來的過程當中 帶進來的水氣發展 所造成的可能預估的降雨狀況 山區的部分 跟平地的部分的雨量預估 但是當然這個預估值是預估值 可是會隨著 它在北上的過程之後 南海這邊的低壓要怎麼走法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觀察點 如果南海的低壓 也隨著整個系統在往北移動 因為兩個系統之間 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說在大洋面上 也就是說寬闊的洋面上面 沒有任何的一個阻擋的東西的話 它可能會有藤原的效應 但是現在因為 在菲律雲旅宋島這邊 有火山的高度 是在3000公尺以上 兩個系統又太弱 兩個產生不了藤原 而在往北過了巴士海峽以後 台灣的中央山脈 又變成兩個系統之間的一個屏障 所以兩個系統各自獨立往北移動 而他們互相之間 並沒有太明顯的干涉 所以整個降雨的狀況來說 目前的預估值是這樣的雨量 可是我們還要特別觀察是 再來在南海這個系統上來的過程 跟它移動的方向 如果它比較偏於大陸的方向 對我們的降雨狀況來說會少一些 但是如果它比較貼近 我們台灣的西海岸部分逐漸北上 而甚至它不接觸到陸地的話 那反而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整個雲帶的環流系統 最重要一點就是不登陸的話 不會對於它整個主體結構破壞牆 那也就是說代表它的水帶 會源源不斷的送進我們南台灣的陸地 所以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就在於說 明天的時候特別注意是 5號颱風帶上來的雨的狀況 台東還有包含屏東跟高雄台南地區 到嘉義地區阿里山 另外到了禮拜五到禮拜六這段時間 尤其在禮拜五的一整天 我們要觀察點就在旅宋島的 西方海面上的這個熱帶擾動系統 它即使是個熱低壓上來的話 它帶起來的水量也是非常的豐沛 所以如果說它沿著台灣海峽 一路北上的話 整個西半部地區都等於是 在它一個可以強降雨跟強落雨區的範圍之內 所以在這次來說的話 禮拜五的剩一個時間點來說 是大家所不能輕忽的一個時間點 水溝趕快溯通是最重要的